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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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窮可逃 無窮可靠 你醒著微笑 不去不闓 忘了年少 不曾為寂寞成紅 淚浴寒成霜 心已滾燙 向著遠方 過往風霜成河島 卻戀了翅膀 海洋 飛翔 尋著光頭的方向 把你遺忘 回憶著就成我真正的模樣 我要陪著暗夜裡的光 緩慢離去唱歌笑話 大聲守壁值得不忘時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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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此微信我称房 泪雨很成霜 心已滚淘 上这远方 过过风霜成刻刀 这裂了翅膀 还要飞翔 行着过程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成我倔强的模样 我要披着很眼里的光 混在一起唱歌伤望 踏着三明之后不忘痴狂 随着过程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成为倔强的模样 我要随着暗夜里的光 混在一起唱歌向往 他只剩一只恶不忘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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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遗忘痴狂 你遗忘痴狂 你遗忘痴狂 捧友 三千三百五十七万八千的粉丝 天哪 我连你的尾数都不到 其实刚刚我唱完这首歌 我心情其实有点很难平复下来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可能我人生再也没有机会 上这样的舞台了 跟大家不一样 我是一个平时在路边 在商场 或者在一些旅游景区唱歌 然后大家很多人也是 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认识到我 其实在我身上 我跟很多数字有关 什么意思 我今年三十八岁了 我追求这个音乐梦想十八年了 我每天晚上七点半 都会在我的直播间给大家唱歌 每天都唱五个小时 然后对于这件事情 我一直在坚持 我觉得我没有白坚持 我只要现在 我还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旁边还是我的偶像 特别激动 真的 这首歌的歌词的内容 跟大家讲的人生的经历 非常非常的吻合 你可能是在传统的舞台上 我认为你的声音并不是很有特色 但是你的激情 对于音乐的这种亢奋的热情 我觉得是可以通过现在的直播平台 给很多人带来力量的 我站起来说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还蛮重要的 我首先给性格尊重 最大的尊重 因为我是从一个选秀节目出来的 然后那年那个选秀节目 其中有一期 性格走的时候 来找到我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重要 年轻就是不爽就要说出来 我一直这样做 包括我的写歌 创作的那种意志力 我觉得都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新老师 不好意思 因为只是想把你推入火坑而已 我第一次遇到性 是我当时还在拍偶像剧的时候 你看过吗 当然看过啊 是吗 对对对 甜心小妹对不对 是吗 我是什么 是那个什么 快救救我 我突然想过 大型的射死现场 你出去呗 不是不是 我一定要 那个是哪个 公主小妹 因为太久了 我记不清那个名字 真的 我想说的就是 海豚万恋人 海豚万恋人里面有一场戏 就是我当时最后成名的时候 不是开了一场演唱会吗 里头有信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全身都是爆发力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这一次又在天赐的舞台上 又看到他 我其实内心也是很多的感动 好 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 我们音乐这场团老师 会如何来评价呢 刚刚两位的表演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场折磨 最最让我觉得出戏的 就是在于台风的表现上 我非常不喜欢 在歌曲快要结束的时候 信在唐一的后面 比出了一个V 我不知道那是干嘛 这个动作的设计 跟这首歌的主题 跟这首歌的表达 以及这首歌所要呈现的情感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这个动作一出来 真的是让这整个的表演 完全地都垮掉了 好 这些观点你可以反驳的 不用 OK 理解的都对 非常好 我觉得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战有战相 坐有坐相 那对于歌手来说 唱也要唱相 我觉得台风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几年 信也一直持续地 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出来 不管是前两年里的专辑 自己练金术那一张 你以后你有听耶 我不仅听了 我还为你写了完整的乐评 我非常喜欢那一张唱片 我的天啊 诶 哇 真的 你放心 我不是在打你的 对不对 我非常放心 那走过来很像要打人 一米九一的个头 走过来有压力 好 来 我坐这边 我坐这边 来 您讲 讲完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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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对新的夸奖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回去了 谢谢 啊 没了吗 没有没有 你要把骂完的也一起讲完了 对啊 那我觉得你要在唐一的旁边哦 对 不行啊 在天赐的声音 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上 拿出刚才的表演 对我个人来说 我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我觉得信 一定是可以做到更好 我不管今天 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跟唐一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互联网的新人同台表演 但是我觉得 一定要彼此真正的包容 理解配合 才能够出来真正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 刚刚我没有看到 这个大于二的效果 这是我希望的地方 也是想要跟二位 可以去坦诚地去表达的 你们不要听 我们的老师说话这么狠 但是说这么多话 都没有看信老师的一言 我觉得刘九一经历好稳哦 是我 我吓死了 信哥 我只是希望说 您在舞台上留下的每一个作品 都能值得我们后辈去回味 而不是让我们拿来 成为一个不好的一个示范 我只是觉得 今天有些东西不得体 仅此而已 我特别想知道 哪一方面 就是在一个完整的作品中 然后您呈现的一个 这个我还是不理解 OK 这个我认错 因为我只是想要放松他的心情 对 因为他很紧张 对 唐亦 刚才你说到了3300万 我是一个互联网工作者 我马上就查了一下 在座的 坐在这边的 导师们的这个关注 你知道你是最多的 为什么这些热歌这么的热 因为大家都可以用非常非常低的成本 用一个很简单的设备 用一些谁都知道的技巧 博得关注 我认为那不是你的成绩 你今天做到了顶流 我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可说的 老师就说一下我的唱歌吧 咱们不说这个没用的 对吧 不不不 我觉得很有用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这是我的成绩 只是我向大家介绍我自己 因为很多人不认识我 不像在座的每个人 大家都认识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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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一个其他的问题 你能回答我吗 你这些年在自己提高自己音乐水平上 花费了多少精力呢 你是说我本身唱歌是吧 我觉得不仅仅是唱歌吧 比如说在流量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做自己的作品 我一直在出我自己的歌 我听过你出的歌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 并没有能够看到 和你直播东西的本质上的差别 就是你会认为 那背后还有三千万人支持我 那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好的音乐 真正好的音乐 永远应该 抱着一种给百分之一的人 听的态度去做 他能够感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想想 在三千三百万的舞台上 音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三千万人又如何呢 那人家就是有本事吧 没没没 我觉得老师如果 就是说我音乐上的东西 我能接受 但是你说我这些 我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你不是我 你不了解我的工作 我觉得 因为我这么多粉丝喜欢我 他是喜欢我这个风格 如果我为了 我不行 我不管你们了 我要做我自己 我把他们抛弃 我抛掉他们的想法 我也不可能 我是想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其实老师在讲的是 希望唐义在拥有这么多粉丝的情况下 然后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 但我理解唐义 他现在的点是在哪里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渴望被爱 渴望被关注的 你试想一下 你从一个草根 你突然拥有了三千万粉丝 你会第一时间想到 我要去改变华语乐坛吗 说得好 对吧 这个话真的很现实 可能他接下来 会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在帮他拔苗助长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觉得老师说的都对 我觉得你也不要急着去 就是澄清自己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资格去唱歌 只是唱给谁听而已 对 好 因为刚才听到唐义 一直特别想期待听到 如果在音乐上 往后面走的话 希望我们给一点这样的意见 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多去录音棚 因为我们的这些老师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都是在棚里面 才能磨出来 自己哪一个声音更好听 我的发音吐字 跟麦克风的距离 我的声音的位置 往下往上怎么样 哦 好有意思的 其实我跟这里面的 好几位老师都有过合作的 他们就已经到了一个 这样的level的时候 我想再学点东西 或者是我想再搞点什么 这才是我们华语乐坛 真正的 我遇见的每一位歌手 都在这样做的一个现状 所以崔迪老师 不如抛出一个橄榄枝 带他去你的录音棚 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接下来请二位商量一下 对面的我们的音乐合伙人老师 你们二位共同选择一位 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周深 旁边的张少环 你还是那么爱玩 我 我做错了什么呢 因为你是新人 你没做错什么 Angela老师 请写下你心目中想要合作的那个文明 接下来有请其他四位老师 可以写下你心目中是否要加入到我们抢人环节 请揭晓 不参与抢人 海轩哥 你是否要进入到抢人环节呢 我参加 唐亦 抢人了 我经常看唐亦的直播 他的唱歌其实是极极真诚的 在做直播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我也在直播的时候经常被递死 所以我佩服他心里的强大 更佩服他的是 他确实是非常热爱这个事情 我们俩一起琢磨琢磨 也许会有一个不同的东西出现 我诚恳地想跟你合作一次 唐亦 你是否要接这个橄榄枝呢 三 二 一 我接受 让我们掌声恭喜唐亦 胡怀全成为音乐合伙人 并且有机会争夺第一期的推荐金曲 好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点放在Angela身上 因为她在两位当中选择了一位 三 二 一 请揭晓 张绍涵的选择是 空白 有 有 S是 我没看懂 你咋那么笨呢 杏啊 杏啊 好 让我们恭喜张绍涵和杏 成为音乐合伙人 并且有机会争夺第一期的推荐金曲 经过我们各位音乐人的双向选择 现场已经产生了五组全新的音乐